好 馬上再來關心到 在今天民進黨副總統候選人蕭美琴 他是來到了校園 那麼在今天是因為借了這個場地 要來舉辦街舞大賽 而他也和現場的這些青年來互動 是還一起跳了這個波浪舞 可以看到蕭美琴當然在這樣的場合 他也是心情相對來說比較輕鬆一些 不過他也被問到是接下來 副首人選也要來進行辯論了 而他之前曾經說過 趙少康的口條確實很不錯 那麼現在有哪些準備呢 一起來聽 口才是一回事 但是我們也有非常豐富的內涵 大家就在台灣民主的社會 本來就有不同的聲音 我們就全力以赴 有信心 好 可以看到蕭美琴今天 當然談話還是相對的比較輕鬆之外 他自己服裝上也特別是比較輕鬆一些 他今天來到這個當然就是 街舞的活動也是要來搶青年選票 以上就是現場的最新情形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